苏智谢与他兄妹变夫妻!结婚生子后成了单亲吧! 苏智谢,又,与孙宁珍是隔17年再度合作,片中饰演一对夫妻! 涂车库娱乐,2018年3月2日 韩清苏智谢,孙宁珍曾在2001年合作辨试剧《每位关系》饰演兄妹,事隔17年,两人再度合作。 在新片与乃再次相遇饰演一对夫妻! 也因为电影将在月中上档,两人近期投入宣传,苏智谢活动上透露片中谈恋爱的方式跟自己很像,欣喜遇到符合他的角色。 孙宁珍也说,新片剧情奇幻又不失浪漫,角色也相当有趣,盼能超越先前的两部代表作。 苏智谢在片中饰演一位在妻子离开人世后,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的爸爸。 她说,第一次读了剧本后感到很期待,实际上我谈恋爱的方式也和剧中的角色相似,很开心能遇到和自己想象的角色。 对于出演爱情电影的感想,她也表示,近期多饰演沉重又充满男子气概的角色,但我以前也曾拍过许多爱情剧,觉得很适合我。 此外片中也有一幕男女主角签首戏,孙宁珍也一起当时说,在和智谢哥拍签首的那场戏时,感到很心动,十分久违的感觉。 苏智谢,又,片中饰演担心爸爸,涂车库娱乐,2018年3月2日。 苏智谢,日前在《军剑岛》《超完美杀手》中饰演充满男人味的角色,这次将在与乃再次相遇展现悲伤又甜蜜的纯暗演技,她说,很喜欢起初读玩剧本时,那温暖又纠结的情绪,仿佛见到初恋般令人悸动。 不过当记者询问,如果像电影中一样,能看见离开人世的恋人,会怎么跟对方度过呢?苏智谢回答,因为分别很久了,会一起喝酒聊这段期间无法分享的事物。 对于这部作品,孙逆珍也表示,最近渐渐觉得要好好珍惜时间和回忆。 不晓得哪天会突然离开对方,希望总能不后悔地将爱表现出来。 该片故事叙述妻子秀雅,孙逆珍。 是,离开人世前留下一本亲手绘制的绘本,透露她将在下一个语记回答丈夫与郑,苏智谢。 是,和儿子之号,金之患。 是,身边。 秀雅过世后,与郑独自照顾就读小学的儿子,将所有的生活重心都放在她身上,成为有点笨拙但又温暖地担心爸爸。 直到一年后某雨天,秀雅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,但却遗失了原有的记忆,三人一起迎接着顾客。 夫妻的生活,夫妻俩再次恋爱,儿子也体会到失而复得的母爱。 与乃再次相遇4月4日在台上映。 孙米珍片中饰演苏智谢妻子。 涂车库娱乐。 2018年3月2日。